那時候您看都看不太 不太知道自己的傷勢 不是 看手機也看不太清楚 大概我到兩個多禮拜才開始 視力開始要恢復 對對對 其實能看得到已經算是運氣了 前一個月吧 就是到家裡 一堆牆壁這樣壓 我每一壓一腳 一定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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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堅信自己 是 堅信自己能夠好 雖然這過程真的很長 林志穎嚴重車禍 僅恢復七成 右手扔不舉 抱眼睛顯失明 從去年的那一個真的是很受傷 到現在勇敢的站出來 因為坦白講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對我自己坦白說是不能接受 不老男神林志穎 去年發生嚴重車禍 當時臉部多部骨折 為了修復 他臉上打了二十幾個 鈦合金骨釘 感覺好痛喔 六號出席活動 不但活力滿滿 顏值依舊陽光帥氣 回憶起當時車禍的辛酸史 是 是康復 但是我自己覺得差不多直到了 六七成 真的啊 就是還沒有看起來是康復 還沒有完全 還沒有 對 還沒有百分之百完全 比我想像中沒慢 對我以為半年就可以好了 沒想到現在一年多了 那時候 差不多大概六十二 六十二 然後我在醫院長大陸五十年起 對真的瘦很多 在醫院台大概半個月 正吃東西上胃口 那時候沒有什麼胃口 就一直在睡覺 一直在休息 坦白講沒有人告訴我傷多重 可能也沒有人告訴我 就是可能不敢告訴我 那時候 你一看都 看不太 我大概知道自己的上市 不是 看手機也看不太清楚 大概我大概兩個多年才開始 視力開始比較恢復 對對對 因為看得到已經算是一千了 嗯 前一個月吧 就是到家裡 一堆強勁這樣壓 我跟妳壓一下 說一定好一定好一定好 就是要堅信自己 是 堅信自己能夠好 雖然這個過程真的很長 十七歲的語記 十七歲的語記是林志穎當時的成名作 以陽光置跡的形象掀起90年代小旋風風潮 如今48歲的他除了變得更加銷售外 臉上絲毫沒有留下任何歲月的痕跡 本來有很多的企劃 然後因為就是因為最近可能 可能副節目又覺得蠻 體力有點吃不消 然後前一段時間又有點生病 嗯 對 還確定體重又怎麼掉下來 最近今天早上還兩五六點 對吧 又掉下來 又太輕了 輕 對 所以可能會想說把手運的工作先做好 然後好好的調養一下身體 但是還是希望說能夠有一些作品 對 如果身體在好的話 或許譬如說能夠發單曲 或者什麼 我不知道 沒有太多的一些計畫 我想就會那感覺 對 不安全 你看 有 有 有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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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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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